今天在夢想街有個門牌號媽媽 歡迎來到夢想街午時翹 如果大家要想日本的一個美食的話 很多人會想到的 應該是壽司對不對 壽司 薩薩米 如果想到韓國的話 會想到什麼食物 泡菜 對 還有食鍋拌菜 日本還有拉麵 可是問所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要代表台灣的一個美食 而且能夠被國際上面接受的話 到底有哪一些食物 我問一下憲哥有什麼 像點太紅 掛包 小籠包 小籠包 掛包 掛包有嗎 有 掛包已經有殺到美國去了 另外還有珍珠奶茶對不對 珍珠奶茶也是在國外看得到的 珈珠奶茶是最紅的 餃子也是嗎 餃子是 餃子也是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好 來 待會我們要好好來研究一下 台灣的美食 尤其是街邊美食的話 到底有哪一些食物的話 有機會能夠成為國際上面的 美食的明日之星 其中是不是包含的像是 憲哥講的掛包 另外阿忠哥講的尖角 另外還有一個不要忘記還有一個 潤餅 潤餅 另外還有包子 還有蛋餅 這一些美食的話 過去都是夜市的小吃 到底能不能完勝這一個麥當勞 我們首先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張照片 我請盛梅看一下 盛梅 如果是這一家店面的話 你猜一猜它到底是賣什麼的 賣什麼 髮廊 真的啦 我們洗頭髮都流行這樣 像不像髮廊 小圓呢 窗明激進 我覺得它像是賣家具的 也有點感覺 對啊 像 現在有很多那種 文青的店也像對不對 對 文創是不是 文創產品 有 像那種松菸的文創館 好 來 告訴各位 這間店是在賣什麼的 是在賣刮包的 不得了 現在台灣的美食的話 居然可以開成這樣子 剛剛憲哥講那個刮包 我只是想到的就是一個阿婆 坐在那個夜市旁邊 在那邊拿了一個刮包在那邊 你要鹹菜 還有花生粉把它加進去 加一個這樣給你 50塊 以前沒有那麼貴 以前35塊 25塊 你到南部去 現在很像已經要賣到50塊了 對 像是加一下香菜 公館那一家最有名的 對 藍家掛包 每天在排隊 對 公館那兩家 就是有兩家都是在排隊 一個是陳山頂的青蛙狀奶 另外一個就是藍家割包 正對面 正對面 兩家全部都在排隊 你如果兩個都要吃到 你大概要花大概半小時到40分鐘 我單瘋到過 而且不只是等要很久 而且另外他們的費用 現在的那個小吃的價錢的話 說實在也不便宜 你加一個那個藍家割包 然後再加一個 他們的那個排骨湯的話 可能要加起來的話 差不多要100塊錢 所以算一算的話 其實跟麥當勞的價格 搞不好都已經開始要比拼一下 來 我們來請這個小圓 告訴我們大家 現在的那個掛包 東區所開的這家掛包店 聽說它走那個時尚之風 但是裡面的掛包的話 是不是還維持著 那所謂的傳統的台灣的味道 沒有 我真的覺得 不要再叫掛包是夜市裡面的食物了 現在已經變成精品了好嗎 像這個掛包 看起來像是台灣的漢堡 而且現在精品到什麼程度 去年的2015年的金馬獎的開幕酒會 用的就是這個精品掛包 它之前是誰 它之前是吳寶春的麵包 鼎泰豐的小紅包 接下來換成它了 那它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幫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掛包的外皮 是用這個喜願小麥麵粉來做皮 喜願小麥的話 基本上它有一個完整的履歷 所以說基本上它是非常非常健康 而且有機的 這個掛包皮 通常一般的話 大概是成本大概1塊錢左右 它要12倍 它一個就要12塊 所以說非常非常非常貴 那除了這個麵包之外 我們看一下這個肉 也不是那種傳統的三蘸肉 已經有很多的那種油脂都先去掉 然後泡水之後冷卻再烤 再進醬汁變成了叉燒的控肉 聽起來就是很想要流口水這樣子 另外這花生粉的話 也採用這個福原的花生粉比一般市價貴三倍 其他的當然也都是 新竹那個福原花生粉 然後我記得那個好像是那個 那個誰啊 馬英九 馬英九喜歡吃的那個花生醬 花生醬 花生醬這一家嘛 對 都是用這一家 很多很有名的店都是用這一家的 所以其他的每個醬食料全部加起來 這一個精品包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雖然前面那個店面看起來很高級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它裡面的裝潢 其實溝通什麼就像是一個咖啡廳一樣 其實裡面的氛圍的話 真的不像在夜市 反而是在那種喝咖啡 類似像星巴格這種地方 是很很舒服的 其實他所強調的應該是台灣在地的食材 用台灣在地的食材做出台灣的一個味道 把它全部把它整合起來 包裝起來的話變成台灣的一個掛包 那整合起來的人是誰 好 這個整合起來 其實來自這三個年輕的小伙子 他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領域來頭都不小 我們現在看一下楊榮華的話 基本上他是一個電商的創辦人 專門在做一個網路跟銷售的一個部分 另外這個葛旺萍是綠色品牌 做這個髮裝的品牌的一個董事長 鹽肉油的話其實大家都鼎鼎大名 因為他是一個創投的老闆 他同時也是一個會計師 所以集合會計 集合綠色品牌 還有電商相關經驗 即創辦這樣的一個品牌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想法 就想說為什麼賣到可以賣到全世界 掛包不行 所以說其實他們用這樣的想法慢慢去衍生 再加上最近很流行是什麼 所謂的Fest Casual Food 就是所謂的快速賣食的這樣一個風潮 我們看一下美國現在最流行的 連結酒店叫什麼 賣墨西哥捲餅的 還有賣這些三明治的等等 而且都強調健康 所以他們覺得說掛包 如果說也這樣的一個觀念的話 基本上可以賣得很好 他們其實講的是那個輕食 但是他們那時候在想的是說 那個麥當勞都可以這樣子紅 而且國際的有一些品牌 也能夠這樣子紅 那台灣的這些小吃的話 到底如果能夠成功登上國際 而且能夠打響名號的 到底有哪些東西 後來他們把一些因素把它撇除掉 譬如說湯湯水水的我不要 然後不容易保存的我不要 然後能夠標準化生產的我才要 如果不能標準化生產 然後它又很複雜的 那就算了 後來他們搞了半天以後 他們想出來以後 大家集市廣義後 想到一個東西 那就是掛包了 結果沒有想到掛包成功 就被他們推出來 結果他們在推這個掛包的話 說實在的 掛包我們在台灣吃的話 就是山山豬肉有肉的這樣 就只有一個口味 可是你像去麥當勞的話 有很多很多這種口味 你說要吃炸雞 要吃鱈魚排 然後要吃買福寶全部都有 他們怎麼辦 所以說其實就像 蜜蜜跟妳剛剛講的 他要集合這些優點 還要另外什麼 還要更容易溝通 另外外國人也要能夠接受 另外你要跨民族的 就是說你這個麵包 大家能夠接受那樣的一個口味 這樣才可以賣到全世界 所以基本上他雖然做一個基本的 台灣的掛包之外 他每個口味都有 豬肉 那這個是香菇 蘑菇口味 另外雞肉的話也要 因為其實國外的話 山明治裡面很多都是用燻雞 最後這個牛肉也要把它包進來 當然你說要像麥當勞 或肯德基這些素食的話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你要套餐化 你不但要留得吃 你當然還有飲料放在裡面 所以他這樣類似這樣一整個套餐 一整個set的話 就更容易去讓大家標準化去買 這樣的一個產品賣到全世界去 他一個 不要講套餐 他一個包的話要賣多少錢 很貴 90塊 90塊 對 其實他們會覺得說 就用慶原跟你剛剛講的 全部要求要在地化的一個生產 他自己雖然這樣弄起來的話 說90塊很貴對不對 其實他說賺也沒太多 他現在做作為 他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那種路邊攤小吃 50塊 60塊的掛包 他不敢吃 你看一下 他們其實已經都把它那個標準化以後 他們還有一個Logo在這邊 叫包包 就叫包包 包包 好 來 現場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他那個做的那個樣子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們 包裝 你如果包裝 他們的包裝 外帶 外帶 很漂亮 很漂亮 來 阿忠哥你的 來 我們來開箱好不好 來開箱聞看一下 這個盒子設計得很好 要發表像開箱聞 盒子設計得很好 很棒 還滿精緻的 我覺得很讚 味道啊 這樣子直接聞 他味道 這個很香耶 他其實味道滿香的 你們都沒有聞到 不是花生的味道 不是花生的味道 感覺好像是有炒菜炒過的 一個炒菜的味道 不知道它是什麼口味 對 這個雞肉 我的是雞肉的 來 雞肉的掛包 來 各位看一下 長怎樣 其實我們都是第一次看 對啊 因為我們都吃是油油的那種 它的是那個黑糖口味的 黑糖口味 對 這不是說不一樣 這個黑糖口味比較特別 而且它加的醬好像是 它是有加的那種 類似美乃滋的醬 我感覺它是因為炒洋蔥 因為它把雞肉炒洋蔥以後 所以那個香味很特別濃 這樣會不會不像掛包 阿忠哥你這個比較 好像漢堡 你這個是比較像那個 你看這個是 看起來比較像漢堡 比較像日式的感覺 比較像日式 對不對 像那個摩斯 摩斯漢堡的那種 像摩斯那種感覺 阿忠哥快點吃一口看看 而且我覺得它好像沒有 那麼多花生粉 你吃看看好了 它會不會是 它會不會是雞肉的 它就沒有搭花生粉 是控肉的才會搭花生粉 有 我有看到一點花生粉 如何 很像那個醬燒雞 像摩斯漢堡 日式的味道 日式的味道 它不要講日式的味道 日式的味道 對 其實有那個餅皮 看起來也很像是漢堡的餅皮 對 有一點 但是吃起來可能黑糖的口味 它好像每一個包都是90塊 它還有搭配其他的東西 有一些小菜之類的 對 它的股本 我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股本 他們是花了500萬 他們算平均來客宿的話 是80個人 外帶量的話是200分 所以它最主要 應該要做這個外帶 越營收可以估的話 可以高達到192萬 但我沒有看到它裡面的 那個所謂的裝潢跟設計那一塊 包含了前期的設備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標準化規模化的一個 這個中央廚房 這部分的話 我不知道它到底投入了多少錢 但是如果按照這樣子看的話 大概就是500萬 這樣子下來算的話 老師你覺得它有沒有機會成功 它要把它推向國際 如果它把它擴大規模化的話 有沒有機會成功 基本上有一條路可以去走 有一條路可以去走 就是說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我認為說沒關係可以玩一玩看 我記得有個潤餅 對不對 我們今天節目上面也有潤餅 他們也嘗試著去做 同樣的類型的概念 那我也曾經碰過一個 叫做彩色的包子 包子 Mr.包子 包子先生 他那個一個月 可以做300萬的營業額 連續做了三個月到四個月 但之後熱潮退下去之後 他可能就不會存在 他如果不要瞄準台灣的一個事 他瞄準是國外的事 那OK 那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前面那張的片子 老師我再問一個問題 他這裡面的食材準備起來 其實很麻煩 但是現在其實是有 客製化的 客製化的一個工廠 客製化的一個工廠 客製化的工廠 在做這些東西 OK OK 這個東西台灣的喜愛小賣 不知道產量能夠做到多大 到底能不能供應到台灣的市場 這個信工肉品 這個花生粉 概念完全都一樣 都是小農 這都可以叫 這都可以叫來 這都可以叫來 對 這都可以叫來 他願不願意為了你擴充產能而生產 我認為NO 這些業者不可能為你擴充生產 對 還有要知道 有一些的產品的故事 品牌的故事 來自於地區 當離開了這個地方之後 他的故事就不再存在 這就是這個樣子 要感人的故事去包裝 問題是這也是變成它的特色了 所以 這可以做為特色 他可以做出一個特色店 他可以做出一個特色店 3家 5家 8家 10家 OK Let's go 老師 現在有很多的店家是這樣子 他標榜的就是說 他有一個生產履歷 也就是說告訴你說 我今天做了一個三明治以後 這個麵包是來自於屏東的 某一家的麵包店所生產出來的 我這裡面所用的這個 美乃滋裡面的那個 那個洋芋 就是那個 好 那我舉個例子 自從哪一個地方 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 那曾經有一個咖啡店的業者 號稱五星級的咖啡豆 不是 國宴級的咖啡豆 國宴級 他去包裝那個 那事實上想個辦法 就像這個 要去金馬獎 要去放這裡 塞一點公關費 為什麼進不去 所以這個名稱要拿來 並不是那麼的困難 我們要講真話 不是那麼困難 而且有看到我講說 探索這三個人的家事跟背景 家事跟背景 必然有那個關係 必然有那個關係 好不好 那也有 曾經有業者去標榜 我曾經碰過一個業者 都是做泡沫紅茶的 有一個標榜林鳳宜先來 當林鳳宜出事情 他那個品牌 一個掛了一塌糊塗 好 曾經有一個說叫什麼 高大牧場是不是 對 高大牧場 高雄 他說他要開這個店 開了三家五家 他準備要開連鎖店 我問他你準備開多少 30 50 100 他說這個是他的目標 不放棄 準備開100 我說高大可以給你多少千 他根本給不了那麼多 產能就沒有那麼大 怎麼可能輪得到你去做那個 所以基本上 你一個特色店 或小規模的連鎖 你要起來 你可以標榜這些特色 但你真的要去做 國際連鎖的時候 肯德基告訴你 他的雞來自哪裡 麥特朗告訴你 他的牛肉來自哪裡 沒有 Starbuck也告訴你 他的是什麼 他不會跟你講 他是公平交易的咖啡場 號稱公平交易 但是他一開始的話 他必須要做出 這樣子一個特色來 沒有 這個是他的成功因素 將來會是他的包袱 他如果沒有 他如果是只是說 標榜說他只是掛包 然後變時尚的話 因為缺乏了一個吸引力 但是掛包能夠成功的話 確實有這樣子的前例可循 包含了現在的英國對不對 英國有一個掛包店的話 聽說老外非常非常的喜歡 哇 大排長龍你看 而且我這個 就直接BAO就包了 那這個店很特別是因為 他已經開到兩家店了 然後請看一下那個圖 已經大排長龍 你還以為去買精品包 不是 他們在排隊要吃這個包 好 來 這個店是這三個人有沒有 他是一個台灣的女生 他的男朋友是香港人 再加上他的男友的姐姐 所以香港人跟台灣人 他們來台灣 學傳統的台灣小吃 所以他店裡面 其實有賣鹽酥雞 臭豆腐 我們剛剛講臭豆腐 老外印象很深刻 愛恨分明 愛的人覺得很好吃 恨的人就覺得臭豆腐很可怕 好 他店裡面 也有鹽酥雞 豬血糕 但是賣最好的 來 去看一下 這個傳統的掛包 其實 這也沒有傳統 這看起來像炸雞一樣 他有改良 他有改良過 但是我一直覺得 那個掛包花生粉不能少 and three 就是那個香菜不能少 對不對 有沒有 要滿滿的吃到那個花生粉 才覺得很棒 才是掛包 但最重要的是 這三個人他不是美食專家 他學的是設計 所以他的店很有特色 還有他店裡面的一些茶 飲料各方面也不錯 還有一個重點是 各位 剛剛在講說各國的美食 你會想到什麼 墨西哥 西班牙燉飯 法國大餐 意大利菜 我問你 有人想過 英國人吃什麼嗎 想一想 英國人比我們更慘 我們對英國的美食沒有印象 真的 英國好像沒有 有啦 有啦 哪有 炸魚薯條 什麼 特色英國美食 特色美食 英國特色美食 炸魚薯條 OK 好 炸魚薯條 就這樣 所以英國是被其他世界各國人認為是美食沙漠 那在倫敦這個地方讓英國人可以去大排長龍 就表示掛包其實挺好吃的 再來 每一次你到這個店裡要點的時候 就像台灣一樣 我們進那個小吃店有沒有 菜單給你 他會教你怎麼點 點的時候不就是一份 兩份 三份 你就自己畫對不對 可是英國人覺得好新鮮喔 怎麼會有人這樣子呢 因為英國人很拘謹啊 點菜不是都是應該服務生物在那邊點菜 不是 是你自己要畫 他們對於畫這件事 畫菜單 他們覺得好棒喔 我們台灣不是都在畫菜單嗎 國外沒有這個 比較少啦 國外沒有 連麥當勞 國外麥當勞也沒有人在畫菜單 路邊那個乾麵什麼的 然後你要什麼東西都圍著 對 你會覺得 這我們稀鬆平常我們日常會做 可是英國人就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他們在英國的東倫敦開了一家店 是小吃攤 後來又在SOHO去又開一家店 而且各位在那個上面的店 那個設計感非常棒 感覺像夜店 在吧台 各位 在吧台吃掛包然後配台灣啤酒 而且他還喝這種茶 這其實是很台灣味 但是我跟各位講 四個掛包一個飲料 加一份鹽酥雞 各位猜多少錢 31.5英鎊 1600塊台幣 各位我剛剛講英國 英國當然本來就是比較貴 消費比較高 不過說實在 他真的是把他行銷做得很好 你看包含他的一個設計全部出來 而且他店裡面的裝潢 是走日式檢驗的 你看一下那個圖吃包的 對 這邊 有沒有 你看就知道要這樣吃 老實人家這有成功 有成功 台灣的這一個 現在目前開的這家店 所以基本上 他有沒有在掛包上面去做一些 所謂的搞怪創新 他應該沒有 有啦 他的掛包哪裡有搞怪創新 你說是傳統的這種嗎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是傳統的掛包 這來自於台北的兩家民店 一個是 這邊是藍家掛包 另外一個是十家掛包 老師 這個你會不會就會拿來吃 這個我就覺得拿來吃 這個我自己一個人可以課兩個 我兒子可以課三個 沒有 這個他有他的好吃存在 老實人家搞了半天 那麼半天被我聽不懂 你剛剛那個你不吃 我不吃 對 不過說實在的掛包的話 其實說實在是台灣的一個 真的是傳統的一個小吃 從北到南的話 有很多很多的民店 包含了台中 台中的話有東海掛包 然後還有之前 有曾經來過我們節目 馮甲的熊手包 把他做成一個熊的樣子 另外還有一點掛包 這一個還有阿松掛包 這是台南 另外在高雄有春蘭掛包 還有那個蕭家掛包 台東的話也有 叫做烤肉掛包 其實都發揮出 他們的一個創意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炒麵掛包 裡面包的是炒麵 好 但是其實台灣的美食裡面 還有一個東西 其實在紐約街頭 其實是可以看得到的 這一個就是阿中哥 剛剛有特別講到的 就是這一個尖角 尖角的話 我記得日本的話 日式的尖角的話 其實應該也算是很有名 對不對 很多人跑到日本的餐廳裡面 會點日式尖角 但是台式的中華的尖角的話 其實在紐約 尤其是台灣的尖角的話 其實在紐約的街頭 現在都也可以看到 好 我們先來看 這個尖角 這個尖角 一顆多少錢 剛剛那個要1600 對啊 一個大概要外200塊 那個是一個掛包 一個掛包 這個才一個尖角而已 我覺得一顆 給它折合台幣 大概是在十塊 台北也要十塊 台北就要十塊了 二十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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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一塊美金 一塊美金 所以這邊五顆尖角 就五塊美金 加下面那盤炒麵 因為我估計這一盤 大概十塊美金 那也不便宜 紐約嘛 三百多塊 你知道這個在哪裡賣 這個是街邊 還是說有餐廳 街邊 餐車 這個餐車 這個餐車 可是問題 人家賣的地方不一樣 人家在華爾街賣 怎麼樣 厲害吧 所以都是金融巨子 去跟他吃這個 華爾街賣 所以他們比較有錢 你知道有網友就寫 他說有一個猶太律師 從地鐵站走出來 跟這個阿婆講 阿婆今年五十九歲 快六十歲 跟他講 我要一千個餃子 不是 一百個餃子 一百個餃子 當廠商買一百個餃子 他說我今天在家開派對 你的餃子好吃 一百個餃子就一百美金 你就知道 可是如果按照台灣的一個做法 八方雲璧 一鍋起來就吃一百個 問題是人家只有這個店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這個叫姓姚的姚小姐 她今年快六十歲了 她原來在做什麼 她原來在做賣衣服的 她原來是一個成衣商的採購 負責採購的 然後二十四歲就跑到紐約去 然後混到五十四歲的時候 圓了她的夢 她開始在賣來自台灣的味道 那她賣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 你不要看這個小腳餐車 她的主料理就是這個尖角 還有炒麵 這個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一些 跟台灣有關的一些美食 她也都在賣 什麼排骨湯她也有 所以你想吃 所以現在第一個 來她的基本客群 有些什麼人 台灣人 台灣的留學生 華人 想念故鄉的味道 想念家鄉的味道 就跑來這裡來吃了 好 那除了這些人以外 現在慢慢越來越多是什麼 她做生意的手法真的很厲害 她因為紐約規定這個餐車 不能放在原地 不像我們很多攤車都 每天都鎖在地上 對不對 每天打羊以後 你要把它拖走 所以她早上7點鐘 再從車庫裡面 把它拖到那個地方放著 所以每天都要這樣做這些事情 然後她 因此你就會跟誰打交到警察 所以她 你知道她警察全部吃免費的 賄賂警察 我跟你講她不是賄賂 人家多厲害 人家手段高了 如果要賄賂你還簡單 用攝影機一拍 你是不是都會被拍到 對不對 她不是 警察 譬如說這一盤10塊 對不對 我給你10塊美金 好 給她 她找你兩張5塊 給你兩個5塊 好聰明 厲害吧 難怪能夠在街頭裡面 稱霸 原來是如此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 這個阿婆 真正厲害的地方 還有 她不可能 她高峰的時候 她有5個攤 她現在收起來剩下兩個攤 為什麼收 因為她擺得最好 什麼72間的那個攤 人家要設公車站 就把她趕走了 好 她做這個兩個攤 她的員工 所以你不可能只靠自己 你一定要靠很多員工 對不對 你知道她給員工多好 她說人家紐約 就美國大概都是週星 了不起週星 很少人在節月星 因為臨時工 她給日星 每天節 現金節 而且更厲害了 東西賣完 就打烊 很多電視 東西賣完了 還叫員工在那邊弄 她沒有 員工賣完就打烊 天氣太冷 打烊 怎麼樣 這老闆帥吧 所以她根本 禮拜六禮拜天不上班 所以她就是光靠 賣這個餃子就夠了 然後如果不想工作的話 她就 她最高級就不用出來 她就一天賣2000個餃子 她太厲害了 2000個餃子的話 就是2000塊 美金 對啊 用餐車賣 用餐車賣 然後你看禮拜六禮拜天她放假對不對 她還接受外匯業務 可是這個是 畢竟還是餐車 有沒有真的把它弄到 那個廚房 那個餐廳裡面去 她有中央廚房 她有一個地方 專門在做這些東西 把它做成半成品送到這裡 簡單加熱就可以了 所以老師是不是外國人 對於煎餃這個東西的話 接受度會比較高一點 基本上老外他們不懂的中華美食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去吃那個炒麵 跟那個煎餃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感覺是 味道怎麼差異這麼的大 跟在台灣我們嘗到的味道 所以基本上它是賣給老外 才有可能賣那個口味跟那種價格 以及那種的經營方式 一樣的 它只能開到五個攤車 它也沒辦法再繼續擴大 這是一個 如果再把它弄好一點的話 可能它以後可以開餐廳 NO...千萬不要 有的時候到達一個最適當的規模 它自己能夠管理 它自己能夠維持那個品質的時候 是一個最美的狀態 對 它反而擴大的時候 有時候反而是會虧錢 可是真的 在那個鍋貼 煎餃類裡面的話 把它擴大規模 應該就數這三家 這三家的話 繽紛台灣的煎餃的市場 八方雲級 四海遊龍 跟仙天下 我記得最開始應該是四海遊龍 四海遊龍 對 其實煎餃 在中國的美食裡面 它一開始是沒有 是水餃 因為水餃放久了 油放過夜 隔壁 以前沒有平衡 要怎麼吃 你就沾下去不吃 沾下去開開了 乾脆用油煎煎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也是把這個水餃 把它改變為煎餃 日本的煎餃甚至還排了六個 然後再用麵糊水倒下去 從後面煎到黃金 它那是用鐵鍋 對 用鐵鍋 現在煎到黃金 那是黃金熟的 然後用鐵鍋 它讓你煎餃是鐵鍋 所以你看到是黃金很漂亮 所以說煎餃 在日本 在中國來講 它變成是一個 家庭裡面算是一個美食 但能夠把這個美食 端上餐廳的 應該是四海遊龍 那四海遊龍李幸場那時候 在民國七十七年的時候 他其實本來原來是一個小學老師 那小學老師以前做了 都不說 因為這人請煎餃 那四人像在台人出事 都要煎餃 煎餃的時候都用手褲 結果煎餃了 煎餃了 煎餃了很多 結果有一天看到他們老夫這樣 這樣聰明 在做完會 他就要切 切都沒有煎餃 然後去考那個師 那個師範大學夜間部 出來 他來到台北第一 看到四海頓飯店 就算算算算 十幾樓 他就是說 蘇晃大學出來之後 總要來蓋那個 裝潢公司 結果煎餃了幾萬 煎餃了五十萬 煎餃了五十萬之後 我們回到小學當老師 外國要去當老師 我們就跟他們太太在那裡 熄餃了 有一天民國七十七年的時候 他們兩個有一間社經處 總要賣掉 那時候民國七十七年 股票大蓋 為民國七十六年到七十七年 蓋 由一千點蓋到四千蓋 七十一蓋到八千蓋 七十八年 由八千蓋到一萬兩千人 蓋到一萬兩千人 他想說我這間房子 如果賣掉 賺一百萬 讚 我想說買換一間大間房子 結果賣掉之後 總要一直用 那總要皇家這樣 一直去 去到又賣回來了 他總要去莫賣 民國七十七年 就弄一個無殼蝸牛 夜塑忠孝東路 整天封街 好 那個是他用的 對對 他就設運的一個領袖 這個皇家不合理 好好的人都是這樣 之後82年 我們都說你出選機 出選機 現在這麼多人幫你支持 只要我們這裡有個官僚 幫你支持你就掉了 結果台北官選機而已 選一個六選 總共剔70萬 總共副70萬 那時候另外陳武雕 就是他的競選總幹事 兩個才說太倍了 後70萬要怎麼辦 沒錢 要回去做老書也沒效了 總共在永和 在那裡開始不會過貼 前面之後也不好 因為他就沒辦法做了 後來慢慢的研究 研究到米粉跟水的搭 會搭黃金比例出來 沒了 不錯 總共一京 兩京 三京 四京 總共兩年而已 他的自營店十二京 你當時老師還在做嗎 沒有 都沒有做 總共開到十二京的四海遊籠 整個自營店之後開始加盟 第三年 四年 開放加盟 第一年而已就四十京加盟 最多的時候到一百七八十間 他那時候竄起來其實很快 他也是在找三角窗的一個位置 所以你都可以看得到四海遊籠 而且你在連大陸 連大陸他也開過去 我不知道那個有沒有跟他有關係 大陸有嗎 有 民國八十二年 他那兩千塊幾年他就跳去大陸 大陸之後就在香港開 對香港也有 不然因為他就覺得大陸不好 總共香港那三億的自燦 總共一億買人 買人倒回來 倒回來的時候 兩人不合 怎麼說 他離開台灣的時候 他太太的娘家 都干涉到整個公司的運作 所以跟陳魯鯛 陳魯鯛總要跳槌 陳魯鯛擁有30% 結果那時候一個跳槌 之後他回來發現說 他連一點股權都沒有 他只有四海遊籠 這四個字的一個商標權 然後總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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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他們總要給他30% 所以他現在有30%的股權 之後他們兩個都合作 他們現在回來合作 他總要跟他太太離婚 總要整個清理完以後 現在兩個人合作 一年20億 他們現在一年做20億 他30%... 老師他們現在四海遊籠的話 現在到底老闆是誰 兩個人都有是不是 基本上掛董事長是陳虎雕 掛陳虎雕 那時候為什麼會把大陸那一塊 把它賣掉 聽說大陸那一塊的話 本來他們在估 他的一個價值應該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陸加香港 他們估的話是估3億 後來他1億把它賣掉 對 基本上來說 一個虧錢的企業 就算當初投資的資產 累積的投資有3億 但是現在的禁止到底剩多少 以及你接手下去的時候 後面可能要處理的問題很多 四海遊籠在上海開的店 大概都不成功 大概都不成功 他沒辦法去專注 然後開店的地點 選址的位置 大概也不是很正確 他有曾經經歷過 應該五六年的一段辛苦的時間 希望去努力經營這個市場 但是並沒有成功 後來四海遊籠的話 其實是直接被八包雲集 給趕過去 八包雲集現在有740家 四海遊籠現在有177家 對 八包雲集當初是怎麼起來的 八包雲集 你看八十千年成立 一萬一五年 五年 就是林嘉玉 我們來講林嘉玉 林嘉玉 林嘉的這個人 他本來是台北工專的 他們家也是三強男子 那時候最怕撤車就是 因為他沒錢到學費 如果他都去花站 花站他那時候主席人就說 我一定賺錢要脫貧 把這個貧股把它脫掉 結果他就去撤台北工專夜間部 那間部署之後 他就去電梯公司做維修員 他很大便 一天都做十四點鐘 人家那些人不會維修 他們都叫他 三間半年那樣大樓 一點的時候電梯停起來 他叫上來喔 來維修喔 所以他服務做得很好 不過那間電梯公司 台灣這裡覺得市場太大便 還要撤退的時候 但是你電梯不去 不去怎麼辦 總要拜託他 輔接台灣的維修 維修之後 他就去做電梯的代理 剛才在民國七十七年 我們的房地產大漲的時候 給我賺到錢 賺到錢 賺到錢後 好是不是 民國七十七年 他就看股票很貪 總要進去股票 他真的穩度很衰 真的走到肉 他扁他扁他扁得停 他如果買到就停 買到就停 都不信什麼 都在加碼加碼加碼 在攤平攤平攤平 攤平到民國八十二年 有一天 他說我沒辦法了 沒辦法攤平了 因為現在開始追繳 你知道嗎 儲都賣掉 他說你不要買了 不行 賣掉之後不夠 就把朋友賺錢 賺到有一天 都沒辦法好賺 朋友如果聽到電梯都掛掉了 那時候他就說 是 這些股票都切切的 切切的一塊算 剛才兩千多萬 都要付錢 那時候是說四 我已經四十七歲了 四十七歲 你是要怎樣 當東山再起 你要回去吃頭路 沒有人要請 要怎樣 他想說以前他們老母 該給我包水餃 他也要包水餃 買不到水餃 他就去看看 看我台北市 一堆水餃上 上有一個擺在這裡 這個看 這間水餃 一天這樣 人這樣叉叉叉 一人進來 都叫十顆 十二顆 這樣算算 你一天賣四五千顆 四五千顆 你如果一顆賺一塊 五千顆 我就賺五千塊 五千塊 如果乘以三十 我一塊就十五萬了 他就開始買水餃 買水餃 買水餃那時候 就在天母找一間 四間店 他比較有頭腦 他說我現在買水餃 我要包房看 好 他們女兒 他們好生 他們母就來包包 整個做玻璃風有看到嗎 頭上在包的時候 大家圍得過 怎麼圍得過 開始發 發的時候水餃 給我吃 幾個幾個給我吃 結果吃完 他的水餃都好吃 身上都有看 有看的 大家都在那邊 穿那邊 穿那裡包水餃 你這樣子講話 好像有印象 是不是在那個 在三角窗 一樣三角窗的位置 那個是他的那個老店 對 就是在那個 德行東路 那裡我自己去 那間也沒有大間 才十幾倍而已 所以你現在要來買 你沒為好節眉 帶回去 帶回去 外帶 外帶 只有那天這樣 所有準備的料 跟差不多 會補差不多一兩點 爆料料也沒有了 馬仔 加倍 加倍的時候 因為你畢竟用人工的 我總要請公讀生 總要在那裡一炮而火 一炮後 他總要開始開放加盟 他很聰明 開放加盟而已 他現在開放加盟 規定一定要三十五歲以上 那個年輕的我不要 他說三十五歲以上 如果是單親媽媽以上 不然就三十五歲 還不然 他說我現在開放加盟 是要讓你去維持你家庭的生活 你就把這家店 當作你的事業去經營 然後我好好的 從後面去幫助你 所以他都在家 然後加到現在七百四十 他的加盟金 他是十萬塊 跟那個四海遊籠的話 也差不多 差不多 四海遊籠的加盟金 不只這些錢 而且四海遊籠 最多的錢到四十萬 這個四海遊籠 從他一開始在發展加盟 他走的是員工內部創業 剛開始 剛開始 在前面五六十家以前 都是有員工內部創業 事實上 為什麼一拆下去的時候 現在下陳五條可以拿出一些 帶走一些的店 為什麼可以帶走 因為這些店 他當初他有輾轉投資 就我投資 然後在這個店 又在申工仔鏡 這樣子在分店 這樣子開出去 所以他那個時候可以 拆出一批的店 帶出去 可是那時候的話 他有被限制 就是必須自己的員工下去斬店 對 每次都斬店 所以他的加盟體系 是這樣子出來 可是在那個當下裡面的話 八方雲集就很聰明 對 他會搶在市場 他直接搶過去 而且他們的加盟金的話 列出一個十萬塊錢 這兩個策略 完全不一樣 對 完全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後來那個 那個郭貼的市場 尖角市場 結果後來就被八方雲集 可以搶走 我們應該這麼去講 就是說剛才憲哥講的都 林家宇的背景都是對的 都是對 那基本上來說 事實上他一開始 他在做的時候 他開始就要做這個的時候 他自己很清楚 我兩千多萬的這個負債 兩千多萬的負債 那我再怎麼去上班 再回到開電梯公司 我再怎麼一輩子賺不回這個錢 那我必須去做連鎖店 連鎖餐飲 那他選擇他能夠會的 那當時四海遊龍 不是已經比他早五年出來了嗎 那他有去試四海遊龍的東西 這一點我問林家宇他個人本身是不承認 我說人家叫四你就叫八 他就是不承認 那基本上人家賣 只有賣鍋貼 一開始四海只賣鍋貼 他是賣鍋貼跟水餃 對不對 他品項比他多一點 那真實的時候 四海遊龍的鍋貼偏甜 口味偏甜 吃得容易膩 但是一開始容易上口 那八方雲集的時候 他感覺說這樣子一個口味 吃不太多 吃不太多 所以他偏向於家常式的口味 八方雲集的開店策略 你看到跟四海遊龍是完全不一樣 四海遊龍開店他選商業區 所以店面的坪數比較大 一個月的租金十幾萬 二十萬三十萬 他都敢租 他都敢租 他要人流量大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是鍋貼 那部分的在裡面吃 所以他賣在外面 是大概內用的什麼兩倍 是另外兩倍 那是八方雲集開店的策略 他就走社區席 為什麼 因為他租不起 所謂的那個大型的商業的店面 而且租下去了之後 他要到達那個水溢平衡點 是很困難的 那剛才憲哥有講到 他的開放加盟出奇的時候 他是要幫助窮苦人創業 所以說加盟金十萬 甚至你沒有十萬 他照樣幫你去開 他甚至曾經做到 可以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分期要總部要這種事 你要創業我幫你開店 然後最後 你錢不夠 我讓你分期付款 因為他堅信一句話 只要可以努力 水餃也可以變成元寶 他這個是很聰明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開放了加盟以後 我到底要賺他什麼錢 因為我說實在的 加盟金我沒有辦法賺到你錢 對 我要賺你的是後續的原料費用 原物料的費用 那你如果開個三個月 你給我收掉的話 說實在的我也是掉了 因為我的原物料 已經幫你準備了那麼多 所以我要你 所以他後面就做了什麼 中央廚房 中央廚房 他那個中央廚房 我看了以後我嚇一跳 我想說八方雲集 就這樣子在那邊這樣子煎 我不知道他的中央廚房是 那別宿 而且因為可能他是念台北公眾的關係 對 他做的東西的話 他有自動化的一個自皮的機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自動化的一個絞肉機 最主要是自動化 然後標準化 所以其實我在講民國87年的時候 他在那個 我們在淮寧街那邊 你看 就是老實說的 三個湯都是四海遊籠 他就要密在裡面 寫的間 八邊到十二邊而已 但是怎麼 連續三個月 酸辣湯都不用錢 都送酸辣湯 你就叫一個尖叫 不管你叫十顆 叫八顆 一送你一碗酸辣湯 連續送三個月 總會慢慢慢慢把那個客源拉起來 然後開放加盟以後 他真的是打那個群體戰 一聲一百 二百 三百 四百 到三四百間的時候 他就有能力去開中央廚房 阿忠哥如果按照這樣子 中央廚房的一個規模的話 基本上如果要做國際化 應該不成問題吧 沒有 因為這個說實在的 他只要中央廚房配送出來 你知道嗎 我看到他們那個影片 他的所有的肉 都幫你分類分好了 然後餅皮也幫你分好 水餃的餅皮 跟鍋鐵的餅皮 是不一樣的 他說一個水餃的餅皮的話 是好像比較乾的 比較滑 因為會浸水 煎餃的話 含水量比較多 比較多一點 所以他要下去煎這樣子 所以他都已經幫你分類分好 如果這樣子往下去延伸的話 包含了那個什麼餡餅那一類 對 餡餅那一類 它其實可以變成整套的一個 中華餅 其實我覺得他比較像老實講那種 可以去複製到不同地方 因為他也沒有講 他的豬肉哪裡來 他的餅皮是哪裡 事實上他現在他在香港 他的模式 他從香港失敗 然後香港再做起來之後 他把香港做得很成功 他做出了那個模式 就是說我基本 八方雲警 我必須先設央廚 我先設央廚 央廚了之後大概 然後在後面就開始展直營店 展到十幾家直營店 可以回過來支撐這個央廚 到break even的時候 後面他才有考慮到開放加盟 所以他這個基因模式 事實上是已經出來 所以在海峽對岸市場的時候 他在福州去試了一下 他在福州試了一下 也設了一個央廚 可是最後發覺說 這個部分他有一些開店的時候 策略上的錯誤 因為他那時候去走百貨賣場店 他去跟佳樂福 那不行 佳樂福去複合 佳樂福去複合 那他也是 那時候五花馬在福州 街邊店做得非常的好 那當五花馬 後來就是因為 暢坤投資的時候 然後股權的問題 跟品牌授權的問題 後來福州停止授權 然後就沒有再做 那八方進去福州的時候 但是他們不走 那個街邊店的方式 因為當時的八方雲集 商品組合太弱 商品組合 就是鍋貼水餃 連小菜都沒有 就是鍋貼有幾種味道 水餃有幾種味道 酸辣湯 魚丸湯 那就只有這些而已 可是他現在 他曾經在六年前 發展一個副品牌 我非常喜歡 那叫蘿蔔圓 他走健康概念 但是那個是以麵食館 完全就區隔 他有小菜 他有麵食 他有餛飩 因為後來那個老闆是不是 他好像生病 所以他才去開放 他去開了一個 有關健康的東西 可是後來那個系統 因為他的複雜度比較高 他現在把那些商品的技術 拿回來 重新拿回來 他已經做成八方雲景的三代店 三代店 所以就把麵食也導入進去 他的牛肉麵 跟他的這個綠色蔬菜 綠色皮的這個素食的水餃 所以等於複合店就對了 對 他的商品比相更多 商品店更多 我問一下 我們不要講三代 因為三代店 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對不對 有 他現在都出來 有 他現在很多店 都在煮麵什麼的 都有了 那我們假設好了 三代店 三代的店 包含有麵食的東西 牛肉麵 還有包含這個鍋甜 如果開到紐約去 開到英國去 有沒有機會成功 絕對有機會成功 事實上 我直接告訴你 就是說 在這個月月初的時候 我曾經帶海外的僑胞 過來去參方八方魚群的工廠 那個美國可以再來到華僑 一直在問 總投資金額要多少 你什麼時候來美國 我那美國怎麼跟你合作 因為我看到我自己嚇一跳 他包含的那個麵粉 他們還用科學化 然後連運動都不用運動 在那個壓 那個是連華的麵粉過來 是油罐車一樣 整個一吸打到最上面 直接打上去 然後沒有用的時候 再打下來 他那個工廠整個連買地連建廠 總共花新台幣5億元 一毛錢都沒有跟銀行貸款 他完全是非常保守的經營 因為股票敵人一腳之後 再關上更保守 更保守 所以你說外國的朋友有興趣就是 要把他引到他們的國家去 是亞洲的國家 還是說歐美的國家 歐美 美國就是美國 我們剛剛看那個阿婆的味道的話 基本上紐約對這個口味 其實應該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他應該看過去的話 搞不好會有機會紅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已經把它 包裝得非常的精美的 然後還有這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叫做鱸餅 中華一餅 它現在其實包裝 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的斬電速度 說實在很慢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照道理講的話 也跟墨西哥比 也很像 不一樣... 今天我們講很多的台灣小吃 各位 剛剛講到八方雲集 像鍋貼 掛包 你們都不用去討論到 那皮的問題對不對 對 而且裡面的料 頂多大概四 五種 請問各位潤餅都吃過 裡面的料有多少 十幾種耶 有喔 五蕉菜 還有豆芽菜 黃地豆肉 還有煎蛋 把它弄成蛋絲 對 還有蛋絲 花生粉 花生粉一定要 還有蘿蔔 白糖 有沒有 你這樣加起來 白糖 糖 那你加起來大概有十幾種 你如果更豐富一點 更澎湃一點 裡面可以加到20種 可是那個準備很容易 那就是一個沙拉吧的東西 對 怎麼會 我如果要現做 好 各位 如果你覺得這個料都可以當天做 各位 皮呢 你說那個掛包 還有剛剛說的煎餃 那個皮你都可以先準備 對不對 皮沒有問題 很多人皮給別人買 潤餅的皮也是可以準備 對啊 不不不 如果他先 沒有 你到現在為止 你吃的潤餅 你剛剛講 我們有時候在街邊那個攤子 有沒有 阿嬤他多半都是把這些料弄好 幫你捲好 而且他的皮很薄 都在當天做 為什麼 他很容易爛掉 他遇到濕劑 他就不Q了 你吃在嘴巴裡面 如果濕濕的 潮潮的 你會不會把它扔掉 你就是這怎麼會是潤餅 所以潤餅的難度 有沒有比其他人都高 非常高 所以他的難度 其實最重要是在皮 在他的皮 對 因為你潤餅 如果以前的潤餅你買回來 如果半個小時沒有吃的話 他的皮就爛爛 濕掉了 就爛了 對 就淋了 潤餅的皮 因為他是中筋的麵粉 中筋麵粉第一 沒白 所以他有一些加漂白劑 第二 要潤 所以他要加東西 第三 因為他放在那裡就破 所以他就加黃乳劑 所以一般麵粉皮 你看他在擦的時候 有一粒一粒的麵 那個潤餅皮 你回去要用担保把它包起來 他那個是軟的耶 他那個麵皮 這個就乾掉了 麵糰是軟的 對 軟的 因為他要那個潤 所以也是中筋麵粉 他們說潤餅的皮要吃 中筋麵粉 要皮薄乳劑 他要現場下去弄那個 對 要跟紙一樣 這樣洗一下 撩到一粒 撩起來 但是你那一粒放多久 你知道嗎 你放差不多四點鐘就失去了 小圓 我們這個皮的話 其實早上買放到現在了 好不好吃 好酷喔 好酷喔 一般如果放久的話 現在有問題就是好Q 對 我忍不住 他如果放久的話 其實那個皮應該 照道理講會爛掉 它不會爛掉 裡面有蔬菜什麼的 它有Q 有一個遺憾 它沒有豆芽菜 它是用生菜 是美生菜 沒有沒有 豆芽菜容易生水 豆芽菜容易生水 好好吃 你吃的是什麼口味 那個小圓 我沒有吃到肉 等一下 聖梅妳的呢 妳的吃到是什麼味道 就是我剛剛說的一堆的 高麗菜啊 我覺得是豬肉 紅燒肉啊 對... 對... 主要是 各位 吃潤餅 它的訣竅在於 真的是它的皮 以前媽媽做的時候 那個皮很難做 一下就會破掉或什麼 對 所以它的皮要很Q 吃在嘴裡要QQ的 要有咬勁 它做到了 可是它有吃到 你小時候的味道嗎 就是傳統台灣的味道嗎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它 不是它的皮跟Q 這就是它的問題所在 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休息一下廣告過後 我們要告訴你 歡迎回到 夢想街57號 想必聖梅從早到晚 都沒有吃飯 過一個廣告 已經要被你吃完了 你到底吃到餡了沒 我吃了 可是我必須說 有點失望 因為它的皮很Q 可是裡面完全沒有 我要的潤餅 我覺得實際上像漢堡 對啊 為什麼沒有 老師你剛剛講說 它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 基本上第一個 它的餡料 使得人家吃不出 它到底是什麼 主食 就我們吃牛肉 我知道它是牛肉 吃雞肉 可是它這樣的一個包法 下去的時候 它主食的量是不夠的時候 吃起來叫五味雜成 因為東西多 那再加上它把一些 會含水的一些蔬菜都拿掉 它去替換 要走一些 比較西式的口味的時候 它喪失了原來的風格 就會造成 所謂的創新不足的搞怪用 應該裡面應該有鼓勵菜 要去殺過那塊 要去漏過那塊 要去漏過那塊 就是它一開始 它在發展上面 最大的問題 它變美生菜那種沙拉菜 所以它必須要說 我交給你外送出去之後 希望你在兩個小時之內 就要食用完畢 為什麼 超過兩個小時 這個東西一定破皮 一定破皮 它美味一定會跑掉 它的麵皮皮 我相信是不會添加 不好的東西在 但是它要維持它的Q度 不能說太乾燥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可以保存的時間 是非常非常短的 但是我覺得 那有點像日本的手捲的改良版 對不對 不能講潤餅就是潤餅 手捲就是手捲 只是手捲外面那個是 那個它要出去之前 它會先烤 它包之前它會先烤 先烤過 先烤過 所以出去請你趕快吃 才會鬆脆 是不是 其實我們這個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最起碼 在新一代的美食裡面的話 他們有想盡辦法 要如何突破那個創新 或者是創意 讓它能夠走向國際化 其實這個潤餅 能夠這樣子把它包裝起來的話 說實在也不簡單 你想看過去 全部都是在街邊的 這樣子 一個阿嬤在那邊包的 但是沒有想到 這個潤餅的話 是有三個年輕人 把它包裝成功 但是也歸功於他們家的關係 因為聽說他爸爸本身 就在過去 就在市場裡面 搞潤餅背 對 謝吉安先生 他原先他的家在嘉義 到了台北來之後 他其實賣過冰 可是賣冰賺不了多少錢 後來他在土城這個市場 很妙了 他開始賣潤餅 可能觀眾朋友會覺得說 因為過去傳統 都是清明節吃潤餅 可是慢慢就是潤餅 其實沒有節氣的 你早上可以吃 下午可以吃 你晚上也可以吃 而且他是輕食 人家以前講春餅 春天的時候吃潤餅 對 就是春天掃墓的時候 吃這個潤餅 他在土城百攤 賣這個潤餅之後 很妙喔 他只賣一個早上 他就一個口味 就養活全家五個人 他的三個兒子 那就表示 我在這裡真的要提醒 這一些做小吃的 其實傳統的味道真的不錯 不要改良 我很想念傳統的味道 為什麼 你看他一個味道 只賣一個早上 這麼多年 他就養活五個人 那就表示這個潤餅 是有市場的 一直到2001年 他的第二個兒子 原先做過營業員 做過生意 但是因為這個投資失敗 他就回來土城 跟他爸爸一起做這個潤餅攤 也是股票害的 對啊 對不對 這個時間點2001年 但是我們要想說 過去我們對潤餅的感覺 真的就在攤子上這樣做 他們就覺得說 不如我們就進這個 一般的店好了 所以有了潤餅在土城 2003年 這有些問題了 2003到2009年 變成中華一餅 這當中我剛剛就要講 餅皮很重要 怎麼樣現做餅皮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 因為潤餅裡面的材料太多 它有十幾樣 光是備料 過去謝先生他堅持用陶鍋 去燉那個肉 有沒有 其實潤餅裡面不是用那個肉 他說那樣才有味道 各位如果一天做個300捲 做個1000捲的話 你這個慢慢燉這個肉 要燉到什麼時候 再加上其他一些備料 你這樣子備起來 他說有一次一個證券公司 一口氣跟他叫了300捲 他就做不來了 各位你們剛剛說掛包有沒有 很費工 我們任餅多費工 我們慢慢捲捲捲 還要很多的料放進去 還要不能吃不能爛 那個餅皮如果說真的是在現場做的話 真的300捲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 10捲在那邊用 我說實在 都半天 所以這個技術門檻 最高的應該是在那個餅皮的 它事實上 它設立 它設的中央工廠 設立是什麼中央工廠 它設的中央工廠 那個時候是要做豆漿 它設的中央工廠 主要目的是會要做加盟 要做加盟 總部可以供或供什麼 它潤餅皮 它不是跟你潤餅皮 它給你的是什麼 麵漿 就是那個麵粉團 它已經調好它的比例 所以你就這樣 你去那邊加盟 學什麼 待會去搞那個輪廳 它的裡面的配料呢 裡面的配料 全部菜市場買都買得到 你總部怎麼工作 所以它的中央工廠 其實實際上就是做那個麵糊 所以我只能供應什麼 只能供應給你豆漿跟麵糊 所以它中央工廠只能供應 這兩個東西 如果這個是有技術門檻的話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中央工廠如果要做蛋餅皮 會不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也有機會能夠在國際上面 發揚光大 會不會是這個蛋餅 蛋餅從北到南的話 有各的一個特色 都是以蛋餅為基調 包含了台北的重慶豆漿的 傳統蛋餅 台中的話 有一個叫做明倫蛋餅 位在馮甲夜市 花蓮有一個叫做炸蛋蔥油餅 台南的話 勝利早餐店的話 有豬肉蛋餅 另外高雄的話 也有一個叫做蛋餅王的 另外還有一個板橋 這應該也算是比較傳統一點 皮蛋蛋餅 就是裡面加了皮蛋 另外台北 這一家我去等過 等了一個多小時 台北的盛庚早茶 後來吃那個蛋餅 不到十分鐘時間 就把它吃掉 我等了一個小時吃十分鐘 另外還有一個台北的 樂口福的一個 用鐵鍋下去做的酥皮蛋餅 這又是往上面 在稍微再稀化了一點 好 這個蛋餅的話 有沒有機會變成是國際的美食 如果按照這樣子講的話 蛋餅的那個皮不像是潤皮皮 我們先看剛才那個炸蛋蔥油餅 這個就很厲害 那個阿伯 就在花蓮那個巷子裡面 那個真的是排隊排到不行 這個也要排很久 而且他還到 他之後跑來台北開過 在公館那時候也有一家 真的嗎 就是花蓮的炸蛋蔥油餅 有 你是不是訪的 加盟他 加盟的 有可能 人家加盟他 但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弄到國外 會有一個問題 像這個炸蛋蔥油餅 會有一個問題 那個油這樣炸 我覺得老外看了那個 那個油 對 那就不要讓他看到 但你沒有那種現場感 你知道嗎 那個郊西有一家科式蔥油餅 在油局那個門口 那個也是 那家也是 那個真的是 你看那個 我在他旁邊這樣看 我看到他拿那個餅這樣 和 和的 你就知道多油 那個油一直焦 一直和 然後炸下去 又是油 可是吃起來 就不會油 這麼鬆軟 就是很脆 又脆又軟 可是他這個 就很快速 他不會在那邊 慢慢跟你煎那個蔥油餅 他直接炸下去 然後蛋打下去 弄起來 所以他其實很快 就是很快速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些 已經慢慢從餐車 賣到店面 已經開始都有店面 那這裡面呢 其實在做店面 很多做蛋餅在台北 或者在很多地方 都是排隊 都是排隊名店 這一家 在原林的明倫國中旁邊 有一家這個 這個 也是這個蛋餅 明倫國中的蛋餅 對 這個是明倫蛋餅 明倫蛋餅 那這個呢 最早是這個第一代 爸爸在開 爸爸在做 可是這個第二代的 這個叫張良善 他呢 原來是在餐廳做主廚 自己開餐廳 那理論上應該去支持 爸爸的事業 但是他那個時候認為 做蛋餅是窮苦人家做的事 所以開餐廳 那賺不錢 那一個蛋餅 10塊是10塊 但是問題是排隊 那後來 因為他的這個餐廳 後來沒有做得很好 就把它收掉了 收掉以後再加上爸爸身體不舒服 他就下去幫他爸爸做 做了以後他才發覺 原來我老爸這麼辛苦 可是在他的手裡 他就做了一件事 原來只是在原林的明倫國中 你能做到多好 那個地方比較小 好 原本那個攤面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一個小 就只有一個車子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流動的一個攤架 餐車這樣子 但是沒有想到 在他的第二代裡面 把它芳洋的光大 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告訴你 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原本是一個小攤車的一個名輪蛋餅 現在已經變成了 到逢甲夜市必買的一個蛋餅 對 去逢甲夜市 他本來在巷子裡面 小攤子這樣擺 三個月沒人生意 可是後來是怎麼樣 又送 開始送 請人家吃 結果生意就越來越好 他現在你看 從下午2點做到凌晨3點 已經開了不只一個 現在變成有兩個店 沒有 他是三個攤車 三個攤車 而且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拿號碼牌 對 可是我覺得關鍵是什麼 都沒有漲價 每份30塊錢 對不對 他爸爸在園裡也賣30塊 他到了這邊還是賣30塊 我覺得蛋餅的魅力 就在這個價格 價格真的是非常親民 而且 可是這價格的話 會不會變成夜市的一個門檻 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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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繼續